第24章 探究 宣朝哀帝昏庸 命尘当道 听信谗言 残杀朝中大臣 肆意摧残百姓 将大好山河折腾得千疮百孔 百姓民不聊生 朝中最后的中流砥柱赵又成被小人所献 哀帝要将之斩杀 此时赵又成之子赵腾皆干而起 一呼百应 又得了审视先祖这样的良将 当夜就冲入宣宫将哀帝升寝 又肃清了奸党宁臣 自己做了这皇座 改国号为大舟 先祖若不是生在乱世 正巧碰上这改元换代的时期 在这等级森严的时代 又如何能从区区的一个寒门小子 一跃成为朝中重臣 开创了大舟朝数一数二的名门 沈丰是祖父沈谦最看重的长孙 天资自然是极其聪颖的 沈堂充满蛊惑的话语 让他不由地想起了祖父从前一些不经意的言行 然而此时深思细想来 却是别有深意的 他不自禁地心跳加速 浑身的酒气也不知不觉地散了开去 梨花掉落了满地 从他的鬓角滑落 他却浑然不知 心中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他的眼眸低垂 不知道在望着脚下的泥土想些什么 沈堂见了 心下便一松 知道他将自己的话听了进去 他欣慰地一笑 沈氏的百年根基并不是仅凭一人之力可以维持的 但侯爷的爵位却只有一个 你倒为何我沈氏从未出现过兄弟争爵这种 其他世家几乎代代必有的丑闻吗 那是因为谁做侯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兄弟同心 才能将沈氏的地位继续维持 甚至更加发扬光大 你 我 甚至祖父 都只不过是沈氏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鸭 只有大树的根基牢固 我们这些小枝鸭才能够安然自在 过了两久 沈丰才抬起头 望着沈唐 多谢唐儿的提点 大哥想明白了 他的脸色仍旧是有些奄奄的 但眼中却流转着光滑 沈唐心中欢喜 脸上便绽放出甜甜的微笑来 他转头对着仍在院中立着的几个丫头道 主子心烦 你们做丫头的就该劝着些 怎么能纵着她呢 李婆子的事自然由老夫人大夫人处置 你们这些丫头将她围堵住了 一顿拳头伺候 又算什么呢 若是打出了人命 或是让那李婆子寻了法子找来了秦夫人 动手的这些丫头自然是难逃重责 就是没动手的也少不得吃几个板子 与你们自己 与你们主子 又有何益处 暖雪文言脚下一软便跪了下去 这都是暖雪的主意 跟其他的妹妹们无关 实在是那李婆子出言不逊 说的话太过阿扎 暖雪气不过才打了她一巴掌 结果她倒好 到处胡说 想坏了丹青院的名声 暖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丫鬟 被她说了也就说了 但大少爷可是精尊玉贵的侯府嫡长孙 又岂能容纳李婆子亵渎 但大夫人如今不理事 老夫人又闭门修佛 二夫人对我们自来就不上心 暖雪无法 只好自己动手了 沈唐眉头一紧 你去见过秦夫人了 暖雪点了点头 那李婆子虽然只是三等 但她却是府中世代的家奴 关系盘根错节 我们也不好随意得罪 大少爷这些日子难得又清醒的时候 也无法发落她 所以我便去见了二夫人 禀了李婆子胡言乱语之事 但二夫人却只说了声知道了 就赶了我回来 到底也未曾听到什么回音 沈唐的脸色不由地献出了几分讥笑 骑士怕是希望李婆子将事情嚷得满腑皆知才是吧 她微微一笑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忽然 闭痕拉了拉她的衣袖 她转眼望去 竟看到两月来身居简出的末世 在银杏的陪伴下出现在了丹青院的门口 她有些惊喜地唤道 大伯母 末世轻茧了许多 脸色也有些苍白 她冲着沈唐一笑 唐儿也在这儿啊 又将一片狼藉的院中扫尸了一遍 皱着眉头 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得乱糟糟的 沈丰不着痕迹地将树下的酒壶 往树荫里踢了一脚 然后脸上堆出一脸的笑意来 一把将末世的胳膊搂了过来 娘 来 到里面坐 她的眼里泛着点点的泪光 母亲自父亲去世以后的情形 她是知道的 但她自己也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失落中 不可自拔 一开始她还曾劝过 但劝过几次无果以后 她本就凉凉的心更冷了 终日借酒消愁 沉醉酒梦便再也顾不得母亲了 如今她刚刚翻然悔悟 就见到母亲也终于出了门 不由得赶从中来 忍不住 眼眶便湿了起来 沈唐见她母子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 便笑着向末世和沈丰告了辞 转身离开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 她竟觉得背后有一道目光 深深地望着她 似得她浑身有些发寒 但等她回转过头去 院中空荡荡的 末世他们都早已经进了屋去了 沈唐摇了摇头 大概是自己多心了吧 碧痕问道 小姐 我们是会月桂园吗 沈唐低头想了想 嗯 我想去见见二姑母 碧痕见这里离沈明月所住的新兰院 还有些距离 沈唐看上去又有些疲乏的样子 便道 小姐走得累了吧 前面便是侯爷的书房 不若小姐停一停 请全书给您倒一盏茶水 润润喉再去兴兰院也不迟啊 沈唐本是想拒绝的 祖父不在 他去书房并不妥当 但不知道怎么的 想到那儿还躺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 他的情况如何了 他便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玉堂娇 作者魏忧 主播舒舒 全书见了沈唐 倒并不怎么惊讶 笑着迎了上去 大小姐啊 怎么过来了 沈唐笑着说 本想去二公母那儿坐一坐的 怎奈得咱们侯府啊 有些太大了 走得有些累了 又有点口渴 所以便想请全书 您赐一杯清茶 不知道全书准不准 全书忙道 哎呦 大小姐啊 折杀老奴了 什么赐不赐准不准的 这话可不许再说了 大小姐要茶 当然是有的 但总不能站在这里饮 快快快 还请进去吧 沈唐便有些迟疑 这不太好吧 祖父的书房种地 若是没他老人家的传照 我还是不进去了 全书笑呵呵地道 大小姐有所不知啊 侯爷曾有过吩咐 若是大小姐来了 便让老奴带您进去坐一坐 侯爷说 大小姐这几日定是要来一次的 果然让侯爷料中了 来来来 大小姐请 沈唐一正 祖父为何会这样说呢 沈唐跟着全书进了书房 碧痕照例只能留在外面 但全书如今对沈唐很恭敬 连带着也对他的丫头和气了许多 便让他在门房处歇一歇 书房里静默无声 全书给沈唐倒了杯茶 然后恭敬地站立一旁 大小姐刚才是从大少爷出来 沈唐抿了口茶 然后点了点头 笑着答道 正是呢 前几日在月桂园里闲得发懒 这几日便想走走 动弹动弹 他顿了顿 有些试探地问道 祖父果然神通广大 如今还有了能掐会算的本事 竟还知道我要来此借水喝吗 全书呵呵一笑 侯爷说呀 大小姐看着冷淡 但是心善 里头这位是您的救命恩人 如今不死不活地躺着 大小姐心里自然是过意不惧的 所以这些天 大小姐一定会寻一个借口来瞧瞧她 若是大小姐来了 就让老奴把您请进来 沈唐的脸上不由地泛起了红韵 祖父说得直白 全书转述得更不隐晦 倒让他这回显得真像是特意过来瞧赵玉的一般 他不由地撑倒 哎呀 祖父胡说 全书也来编派我 我才不是找个借口来瞧瞧里头的那位呢 说了是去瞧二姑母的 只是二姑母住得远 咱们府又大 有些疲累了 才来这儿歇歇脚的 全书见他有些恼了 赶忙说 是老奴胡说了 大小姐才不是特意来的 是顺道 顺道 他嘴上顺着沈唐的话说 但心里却着实一乐 一向沉静冷淡的大小姐 曾几何时做过这般小儿女的模样来 若不是被侯爷猜中了 又让自己说中了心思 休着了 哪会这般 沈唐心中也在暗暗地后悔 刚才那方撑脑 倒像是在撒娇一般 与自己平素端庄冷静的形象 很是不符 更让他有些郁闷难解的事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的心中竟生起了一股怪异的感觉 闹得他心痒痒的 他竭力让心中这怪异的情绪平静下来 然后冲着全书浅浅一笑 这几日锐帮世子的情况如何了 全书的眉间隐隐露出了一丝疑惑 他迟疑地道 这位狮子还是这样昏睡不醒 每日我只以西州喂他 这许多天了 他竟也没瘦下来 而且这脸色还红润得紧 也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毛病 真让人看不懂啊 沈唐心中一动 便问道 那这几日全书可曾发现过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全书想了想 院中倒是有几次异想 但却查不出什么来 侯爷的书院四周遍布了不少侍卫 我阿全呢也不是吃素的 若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 就算是绝顶高手 应该也是瞒不住我的 沈唐心中的疑惑却更加大了 他死存片刻 缺书 可否请您陪我进去 再替那位狮子瞧一瞧 全书点头 好 大小姐 请 床上的少年静静地躺在那 像一个绝美精致的蜡人 他的外袍已然退下 只着了白色的礼衣 松松垮垮地搭拉着 全书解释道 天气也热了 我瞧他再穿着自个儿的衣裳 整个人都得扫掉 所以啊 便给他擦了身子 换了衣裳 他那小时来的时候 也没给他带什么行李 我又不好惊动了人 所以啊 便拿了侯爷的礼衣 给他穿 沈唐点了点头 便将赵玉的手拿了起来 他侧耳倾听 脉搏仍旧如初 有力而绵长 他又探了探他的额头 温润一片 沈唐不由地叹了口气 却是我才输血浅了 看不出他得了什么毛病 倒不算什么 却连他究竟病了 还是没病也诊错 我 忽然 沈唐一眼瞥到了软榻枝上 赵玉的枕边 有一滩可疑的油渍 他装作不经意地靠了过去 只是一嗅 便闻出了 这乃是香满楼名产 脆皮鸭的味道 香满楼他是去过的 那时他刚到安远侯府 祖父怕他无聊 便让三叔带了他和荣儿 逛了一回街 还在香满楼用过一回饭 回来之后 喜欢摆弄吃食的毕生 便对那脆皮鸭念念不忘 恰巧他又善于闻香食味 便凭自己的记忆 倒出了脆皮鸭所用的香料 最后倒还真被毕生 鼓倒出了与香满楼的味道 八九不离十的脆皮鸭 沈唐的嘴角不由得微微翘起 他对自己的嗅觉很自信 那绝对是脆皮鸭的香味 而且还是香满楼所出的脆皮鸭 能用这脆皮鸭 想必这位瑞王世子 的确是没病的 至于他怎么做到 睡得这般自然 他就不太清楚了 只是 但是赵玉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 要装病来纠缠上沈家 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瑞王世子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 他是北疆瑞王唯一的嫡子 大周朝为了钳制藩王 世子五岁便要进京为至 直到娶了皇帝为他挑选的女人为妻以后 才被允许回到藩帝 通常为了不惹皇上猜疑 藩王在将事物交代清楚以后 就会让位于世子 长则三年 短则两年 便会完成交接 皇帝自然是不会错待至子的 他给他们最豪华的府邸 最奢侈的生活 最美艳的女人 若是世子愿意的话 自然也是可以去太学院读书的 但这些自小被糖水填灌的世子们 多半不再专心于学习 而是走狗斗鸡 寻花问柳 在京城被蓄意养得 一生纹固习气的世子 成为统侠一方的藩王之后 适应这种状态 就得花极长的时间 自然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对朝廷 生出什么不满和际遇之心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世子 都会被养废 先帝时就有过世子 明念上装疯弄傻 骗过世人 实则暗地里招兵买马 妄图谋逆之事 因有过藩王作乱的先例 当今又遭遇过横王夺位 所以对这些藩王世子 更是忌惮 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世子爷 隐藏自己的实力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无知无畏的装病 来纠缠沈氏呢 我来说 我来说